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讲讲自建站 希望这篇帖对想做自建站的卖家有用 一 首先来看看外贸自建站与平台的区别及优势所在 入门与运营自建站来说 从设计到制作 涉及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技术和运营细节 网站建成后还需要进行网站推广 SEO优化 数据分析等运营工作 这样全方位的运营 才能让自己的网站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平台开店相对简单一些 只需要注册 提交信息 添加产品等 即可创建完成 方便上手 但是平台的框架是制定好的 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 平台的政策会越收越紧 可能极大的压榨中小商户的空间 平台的流量是巨大的 只要产品上限将面对相当大的流量 这是自建站刚刚开始无法达到的 自建站刚刚建成的网站 没有流量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可以从平台引流 把老客户引流到新网站上 需要一定时间的原始积累 但是平台有大流量基础 也不是白搭给你的 而是需要不同的准入门槛 以及收费要求 此外 平台的流量多是不稳定性的 一次流量是主流 而自建站 长期积累的流量 一般是比较稳定 像是追随者 粉丝 一旦积累起来 有很大的变现价值 效果对比 短期效果无庸置疑 平台流量大的因素 决定了大平台的短期效应 相对来说比较好 如果在大流量平台的基础上 仍然没有效果 那很有可能是选品的问题 或者是定价的问题 而自建站 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 短期效果明显不如平台快 但是建立一个企业 不能只希望短期效益 而是长远的发展 长远的效益 平台汇聚大量卖家 同质化产品非常严重 甚至有时会有价格战 让很多卖家苦不堪言 其实平台上大量的客户 并没有多少利润所言 自建站 则可以按照自主意愿向买家展示产品属性和适用场景等 通过各个方面的展示 让客户更加了解公司及产品属性 效果更佳 另外 买家只浏览公司网站 则无法被竞争对手的产品扰乱 增加转化率 一旦引入到自我平台 买家与商户的关系将更加亲近 客户年度也更容易把控 政策影响 现在平台政策越来越紧 甚至还会收一定量的佣金 手续费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小平台卖家的商家 还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 如果过于依赖平台 会导致抗风险力很弱 无论平台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卖家都只能默默接受 自建站战略调整就相对灵活 各大平台有政策变化 自由网站则不会受到影响 能够快速调整 还可以通过邮件通知等方式 把老顾客引流到自建站上 资源积累